有機器人是大朋友小朋友喜歡的之外 電動玩具也是一樣 全世界第一座任天堂博物館就在日本 本月正式在京都開幕 吸引不少粉絲朝聖館內完整呈現 從1983年開始的家用遊戲機 一直到現在的歷史 我們一起來看 但在美國是在哪裡 你知道嗎 這時是非常新的 但我最喜歡的遊戲 一進到博物館就可以聽到 馬利歐背景音樂直接進入 超級馬利歐的世界 家喻戶曉的遊戲公司任天堂 吸引玩家以及粉絲前往 三棟展示館每一棟都有不同的活動 可以體驗 從空中俯瞰還可以看到 遊戲馬利歐裡面的超級蘑菇 還有巨大的問號專塊 管理從任天堂創業初期的卡牌遊戲開始 一直到初代的紅白機 還有Wii像是Switch等等 歷代的所有主機 以及一開始像素組成的經典遊戲 到現在高畫質的新款遊戲 可以說是讓粉絲夢想成真 進入十字幕作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